今天呢我来教你一个视频转辉的完整流程 那很多人在问我啊就没有一个通用的流程 可以完成一个质量非常良好的视频转辉功能 这个呢其实是没有的啊 但是呢我们可以组合各个组件 来组成一条比较通顺的流水线 那你发现生成的视频有什么问题 那你可以知道通过谁去调整 这个呢是可以的 那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我认为这个概念呢可能比这个流程本身还要重要 那就是所谓的视频到视频和图生图呢还是不太一样的 那图生图的关键的点 是不是这张图一定要进入到潜在空间里边进行一个转换 那我们其实在整个的这个视频的转绘流程里边呢 图片呢并没有进入到我们的潜在空间里边 那我们只是参考了它的动作或者是它的一些色彩分布 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图生图的流程 但是它的确是一个视频的转绘流程 那大家现在看到呢是我平时常用的一个绘制视频的流程 下边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具体的操作步骤 大家注意啊我这个视频呢 其实我对它的定义呢还是文生图而不是图生图 那有的人会疑惑 那你这儿不是有一个参考视频吗 那你为什么把它叫做文生图而不是图生图 那你要注意文生图和图生图 它最大的区别那关键在于你是不是将参考的视频 或者是图像放到了我们的潜在空间里边 我这儿呢其实现在潜在空间完全是一个empty latent image 也就是是一个空的潜空间的图片 所以说呢它并不是一个图生图的流程 而用不用我们的参考视频 这个呢并不是关键的因素 好那基本的概念搞清楚之后呢 下边我们看一下各个部分的一个基本的作用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部分 也就是视频定义的部分 这个呢是一个视频上传的组件 那这个组件比较好的地方就是我可以定义 我一共会读取多少帧 也可以定义我从第几帧开始读取 也可以定义我每个几帧读取一个 所以说由于算力的原因呢 我不可能逐帧去读取 当然你要是有足够的时间是可以这样做的 所以说我现在呢是从第192帧开始一共读取16帧 而且每隔三帧读一个 那其实我是读了48帧 而这48帧里边我是每隔三帧哪一个 所以说呢结果是16帧 我这儿呢还有一些基本的操作 那主要是对这个视频呢做一些后期处理 比方说在这儿呢 我对它的宽高做了一下reset 那我把它的宽高呢设成了512 你注意我这儿虽然是个方形的 但是由于呢我下边选中了保持比例 所以说它真正出来的像素大小 你注意是512乘228 也就是说我把这个参考视频呢做成了512乘228的 也就是短边呢是512那长边呢自然就是228 当然这个呢你可以自己去设定啊 那我的基本思路呢还是从512开始做 这样后续可以方便我们去放大或者是做修复的处理 那大家可以预览一下我们的这个图像 这是这16帧图像它的一个基本的情况 其实呢我们大概是能够看清楚它的一个基本形态的 那完了之后呢我们下边可以做一些辅助的操作 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两个 一个是Ctrl Nite的部分 还有一个呢是IP Adapter的部分 好我们下边呢先来看一下Ctrl Nite的部分 那Ctrl Nite呢我这儿用了两个 一个呢是我们的Sparse Control 因为Sparse Control呢它在保持整个的动作流畅性方面 功能会比较的强大 这个大家可能现在还感觉不出来 那其实呢你可以试试啊 在很多的图像的这种分析里边 那我们的Sparse Control 尤其是这种Scribe也就是手绘图形式的这种Sparse Control 它的这种析数控制能力呢会更强 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基本的流程啊 我们这个图像过来先进入一个预处理器 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得到一个类似于手绘的线稿图 那这个线稿图会应用到我们的这个Apply组件里边的 Image这个选项里头 那这个线稿图呢其实就是我们预处理过之后的图像 跟其他的ControlNet是一样的 我们传给这个图片这个输入像 这儿我们的ControlNet用的就是这个Sparse Controlscribe 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第一个ControlNet就算是完成了 这儿唯一要注意的是 不管你做什么样的ControlNet 他一定不要开满开满之后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 所以说呢你要给人工只能保留一定的空间 这个值到底是多少你可以自己去设置啊 那我习惯是从0.75开始 第二个ControlNet就是我们的OpenPost 那我们经过DW OpenPost这个处理器之后呢 我们可以得到它的一个基本的姿势的图 那这个图呢同样会经过我们的ControlNet处理器之后呢 去做一个基本的约束 以保证我们动作是没有问题的 那它的权重呢我这设的是0.5 这儿呢有一个辅助的操作 这个辅助的操作是干嘛的呢 这个组件大家都比较熟悉啊 这是一个身体的检测组件 这儿我们用到一个Person的有了尾巴模型 我们会把一个人的身体呢给它检测出来 当然检测出来呢会是一个语意分割的部分啊 所以说呢我们会把它转成Mask 转成Mask之后 然后呢我又把它扩充了50个像素做了一些语化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语化之后的效果 那这个图呢其实就是这个人物所在的一个大致区域 由于这是一个竖屏图啊 所以说你现在看起来这个区域呢占的比例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如果它是大的横屏图 那可能呢这个区域呢就看着没那么大了啊 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主要是将人物的部分给它包起来 那它主要应用在我们的Sparse Control里边的这个遮罩选项的部分 一旦用到这个里边之后我们可以保证 那IP Adapter 主要控制视频的整体的组成元素 还有整体的视频风格的 那比方说我这现在上传了一张蝴蝶和这个美女组成的一张图 这张图呢非常的梦幻 我们用的IP Adapter呢就是传统的IP Adapter Plus 然后用到我们的Clip Vision 这儿呢还是需要将这个图片预处理一下 这儿唯一要注意的就是我这儿预处理的位置呢并不是我们常见的Top Bottom Left或Right 而是用的Ped Ped呢这个是在新版的IP Adapter里边新加入的 那么它Ped之后是这样一个效果 它会保证整个图片都会包含在我们的预处理图里边 而如果出现比例不合适的它会用黑色的这种piding 黑色的这种填充给它补全 这样呢可以保证我们在应用这个图像的时候呢 不会只应用到图像中间或者是某一个部分的内容 那同样IP Adapter呢也不要开的太满 这儿我同样用的是0.75 而且呢我的Weight Type呢用的是Linear 也就是控制能力最小的这个选项 因为大家都知道IP Adapter的控制能力是很强的 尤其是IP Adapter Plus 那如果你现在在开满的话 你的提示词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那这个部分看完之后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动画生成的主体内容 整个文生图呢沿用了我们之前的兼容Web UI的一个处理方法 主模型Mgv7 这儿呢我们采用了一个空的Latant Image 你注意Weight和Height我是从这个参考图直接过来的 然后呢Clip Set Last Layer 这儿我设的是-1 当然你可以设成-2 然后呢单独的加载了VAE 正向提示词 反向提示词 然后用到了一个YDU的线性调度器 用到了一个Inspire包里面的Cate Sampler 这儿的Norse Mode呢我选的是Web UI的部分 然后采样器呢选的是这个 主要是为了保证它的分辨率更高更清楚 完了之后呢Animate Diff的部分呢其实很简单啊 就是一个传统的Animate Diff 这儿我用的是V3版本 你注意这儿你一定要用V3版本啊 因为你用到了Sparce Cancel 所以说呢你如果你用其他版本呢 那个是不起作用的 另外呢我用了Context Option 还是这个值呢设的大一点啊 默认的4呢显得有点小 完了之后呢我们就会得到第一个图像 大家注意这个图像在整体的元素构成上 沿用了我们的IP Adapter的一个控制 然后动作上呢基本上是受我们的Open Pose 还有我们的Sparce Cancel来控制呢 然后第二个环节呢我就是对它进行缩放 这个缩放呢就是典型的高清修复 那我将这个图片直接给它编码到我们的潜在空间里边 大家注意这儿我说一个事情 有很多人呢会直接把这个Latant拿过来用 不要这样做啊这样做出来的效果是非常差的 一定是把生成的图像重新的进行编码再使用 我们缩放的比例大小呢是1.5进行了第二次的采样 那这个采样的时候呢我选择重绘系数呢是0.55 那由于这个系数比较大啊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它这个视频呢和这个视频 其实呢并不是特别的像 但是你会发现整体的色彩啊细节啊都会比较清晰了 但是人的面部呢还会有一些问题 那所以说呢会进行我们的第三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呢是一个detailer的部分 也就是我们人物detailer的部分 那么这个里边呢我们同样用到了Uluv8的person的检测器 经过我们的基础检测 使用我们的animate diff啊这个detector 把我们人物的语分割的部分给它检测出来 然后进行优化就行了 所有的优化呢都是用带有animate diff的这种啊 可以保证整个优化之后呢图片不会过多的进行闪烁 可以保证它的一致性 那你需要注意啊我优化用到的animate diff模型呢 并不是v3版本的sdl5 用的是我们的temporal diff temporal diff呢可以比较好的保证原模型的图片质量 但是呢它的动感是不太够的 v3版本的animate diff呢它的特点是它可以保证动作非常的流畅 但是人物呢会发黄 尤其是在生成较多的这种细节的方面呢 它整个的图像是比较模糊的 你可以感觉一下 那所以说呢我们为了保证人物的精致程度呢 在这做了一个模型的切换 切换之后呢我们可以注意一下 降噪的气数这可以设的稍高一点啊 0.4或0.5都可以 我们主要是对人物进行了细化 你注意一旦细化之后 你会发现人物整体的精细程度就比背景要好很多 但是背景呢它本身并不是整个视频的主体元素啊 所以说呢我们这只要它保证整体的形态和基本的清晰度是足够的就可以了 所以说呢你会发现整个视频看上去呢效果还是非常棒的 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人脸修复的部分 这个整体的流程跟那个是一样的 只不过就是我在这呢用的是一个优罗V8的face模型 同样呢我在正向的提示词里边呢单独的设定了一个 beautiful face和detailed face的一个正向提示词 别的呢基本上就一样了 然后进行修复之后大家注意 面部呢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了 当然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的细化手段可以让它变得更漂亮啊 但是作为教学的这种案例呢不用太复杂 而且这种技术呢也不能用的太生辟啊 所以说大家掌握这个基本流程就可以 那剩下你需要做的就是去切换不同的这个参考图 你就能得到不同的图像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用不同的参考图 生成的不同图像的一个效果 那你也看到了在整个的流程里边呢 我们包含了基础的文生图 放大修复的流程 同时呢也包含了control net和ip adapter的功能 当然unimate diff是整个里边非常核心的这种动画生成的组件 所以说呢这些关键元素呢都是有的 关键是说你怎么能把它组合起来 然后你要知道 那比方说这个视频的动感太强 我应该去调整谁 那如果我要调整背景应该去调整谁 它清晰度不够我应该去调整谁 这个呢是你真正要理出来的一个思路 那我们可以加的东西呢很多 比方我们之前讲到的free u free nit 包括我们讲到的motion control 其实呢都可以放到这里边 那关键是什么 你在某一个特定场景里边 是不是需要这样的东西 还等什么赶紧自己试一下吧 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 要找什么温某 有一种眼光 在某一个经济里边 我拍摄到一场 我拍摄到一场 你拍摄到一场 感谢观看